小蠻和邵翔结婚后 约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至尊宝 经常会在网上和网友 分享育儿日常 但近日小蠻则发文透露 不到两岁的至尊宝 正式进入 不要不要骑 什么东西都不要 让他忍不住每天都发脾气 甚至笑说自己翻白眼 翻到眼睛痛 也开始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 不过还好老公是一个神队友 让他开玩笑表示 自己上辈子可能做很多好事 或是扶很多老人过马路 当脾气最暴躁了他 遇上史上脾气最好的老公 他自然常常会对儿子不开心 却又不能对儿子发泄 就常常把气出在老公身上 当他突然有感而发地表示 少相绝对是最好的老公 最好的爸爸 天文曝光后 网友也同感表示 育儿时老公的角色真的很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